所以不能做生意 所以像这些道理 我们要参透 我们就放行 一生不欺骗别人 诚诚恳恳 绝不调拨是非 佛教我们 圣人教我们 隐悟扬善 别人有过失 与我们不相干 倔口不要提 不但不要提 不能把别人的过失 放在自己心里头 那你就错了 学府 大小成教 闲教密教 经论上都常讲 修什么 修清净心 特别是修净土 心尽则佛图进 怎样能往生呢 心清净才能往生 心不清净 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有人说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见了阿弥陀佛 他马上就回来了 你想不相信 你想不相信 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地方 时差很大了 不要说别的了 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 记录在看到的 无助 天清 狮子觉 三兄弟 都很了不起 三个人都是修 法相为实 求生 弥勒净土 三兄弟 约得很好 哪个人先去了之后 到了西方 到了这个弥勒净土 要回来报个信 狮子觉 先往生 去了之后 没消息了 没消息了 然后无助菩萨 往生了 生了之后 三年 才回来报信 天清菩萨就奇怪了 他说 我们又好了 去马上就来报信 你怎么三年了 狮子觉告诉我 狗帅天一天 是我们人间四百年 我一去 马上就回来 世间三年了 你现在看了不是 他的一天 是我们人间四百年 三年不是到那去 打个转 马上就回来报信 他就问了 那狮子觉呢 他说狮子觉没有进内院 在外院被那些天女迷了 他已经堕落了 这个是佛经上记载的 时差不一样 到西方极乐世界打个转 那个时差更大了 那他见到的到底是什么境界呢 我们相信是个好境界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 变现的净土 那不是真的 变现净土是让你生起信心 一见到阿弥陀佛 应化身 就如同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我们世间现身一样 是变化图里面的化身 让我们生起信心 给我们安慰 让我们继续努力 知道这个法门是真的 知道这个法门是可以成功的 一生当中可以成功的 这是佛菩萨的善巧方便 我们不能不知道 真正往生净土 往生的时候那一念 先决定清净 待业往生 待业往生 你的业障习气并没有断 扶住了 就是在往生那一刹那的时候 控制住了 绝不起现行 这样才能走啊 那个分别执着意动才动啊 马上就堕落了 去不了了 所以我们念佛 平常就要练功 练什么功呢 练如如不动 顺经里面 学不生贪爱 没有留念 历经里头不生成晦 平常出世待人 要一团活目 决定不要给人戒怨仇 你看大臣教里面 佛长讲 菩萨所在之处 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这个要记住 处处要让别人生欢喜 我们自己就欢喜了 长生欢喜 我们不给别人欢喜 别人也不会叫我们欢喜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人间如是 九发界也然 都是一个道理 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晓得的 知道怎样 小业长 发现自己的毛病 我在讲经时候讲过很多次 这叫开悟了 觉悟了 觉悟什么 知道自己毛病 觉悟之后 要修行 修行 把我这个毛病改掉 改掉叫做修行 天天念佛 拜餐改不掉 你没有修行 你的修行是假的 不是真的 这个道理要懂 下面他说 弟子念佛已经十多年了 从一开始 只要念佛了 就有一股气波动 等到气静下来 人也静下来了 又有时候念佛专注身体会有香气 请问是不是修行偏差才会有这个现象 这个念佛的时候身上有香气 这是好像 这念佛的时候身上会乱动啊 这不是好像 你看看我们看佛菩萨的塑像啊都是如如不动 没有他在那里跳舞 没有他在那里跳舞 也没有看到他在那唱歌 这个要知道 永远是定的 是近的 那么身体会动作 大概就是这是有两种原因 一种原因属于生理的 因为你平时没有修亲近心 一下想静下来的时候 这个生理上会不调射 会有这种现象 另外一种呢 那是业障 你的冤情债主啊 来障碍你 他不希望你成就 为什么呢 他对你还有很多恩怨呢 他还没报 他在等机会 你真修行正往生了 他就报不成了 所以真正修行人 常常想到自己的冤情债主 每一天把自己真正 这个修学功夫 要回向给他们 一定要发这个愿 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再回来的时候 一定度你们 他就不会找麻烦 为什么呢 他在六道里也很苦啊 也很想离开六道啊 你有这种心愿 到极乐世界之后 我再拉他一拔 他很欢喜 他不会找麻烦 不会障碍你 你的心要有诚 真诚心 说到要做到 可不能够欺骗众生 欺骗众生 那他找你麻烦就大了 那么身体有香气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